文昌港股经主持 文昌 文昌港股经1月18日星期四一至四都有我们的节目 大家都知道我们针对陈茂波 财政司司长 过去也做了不少批评 针对他 有一些政策 很不成熟 而且说话似乎没有仔细考虑 近期关于资本增值税的问题 上星期九号已经率先炮军 说他又做饼 做什么所谓资本增值税的研究 导致近期港股的恒生指数 都有一个大幅波动 特别是摩根大通这些国际券商 投资银行都就着他资本增值税的研究做了讨论 所以令到市场不多不少都有一些忧虑 所以陈茂波过去大家还有印象 就是他在印花税的事项上 首先就是加了印花税 当然加印花税是不是他完全自主的呢 这个我有怀疑的 但是在去年要调低印花税之前 他竟然声称减印花税是不足以结构性 长期刺激股市成交的 这些是事实 在特首李家超要扎成一个研究小组 就着股市交投问题 特别是减印花税陈茂波之前搞出来的大头发 调低印花税似乎也是事在必行的了 在这个时候你偏偏出声就说 这个其实减了未必有用的 这些我们都觉得很难看 你是小组成员 这些你就在小组里面讨论 需不需公开公众就着减印花税之前 为自己过去21年的政策保价护航呢 最后陈茂波又出来说不排除会减印花税 到最后落实了减了 就说是政府的集体决定 即是说每一次他的这些行为 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 而今次资本增值税 他又出来最终澄清回了 陈茂波是目前现任政府班子里面 一位没有受到西方特别是美国制裁的高级官员 你说其他的政务师也好特首也好 其实美国方面已经列入了制裁名单 陈茂波出访都是比较方便的 他就去瑞士达玉斯 出席世界经济论坛联会 主动向不同的几间香港的传媒 有些电子传媒都过去了 包括港台、TVB等等 他根据港台的说法 他现在终于承认了 在目前或短期 都是不具备香港开征资本增值税的条件 他说进行预算案咨询的时候 会收到很多不同的意见 作为负责任的政府 必须要听 但不代表会推行 又说推出任何新税制支持 都会考虑香港竞争力 经济情况 社会和市民等等的因素 现在他终于死死气了 出了来 承认他们在短期 目前都不会搞资本增值税的了 这些就是死死气了 正如我们都说 你其实明知道是不会推出来的 那你为什么要讲研究呢 你可以的 因为他不是主动提的 因为他在电台的时候 又接受访问 人家随口问问 会不会搞资本增值税 是吧 那陈茂波 当然 现在政府莫财 当然是什么方法都想 很正常的 就回应一句 我们什么都会研究的 那如果在市况好 一切正常 好像现在日本的情况 股市就冲到高位了 你说这些 没有人不会当一回事 但是很不幸 香港呢 近年 资本市场 都是相当之疲弱 大众市民 对于港股的信心 都是越来越低 不要说 香港的市民 你想想 外资方面 都是对于港股 都是哭得一句句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你还说一句 资本增值税 这些就是很不致的行为 作为现在 香港 所谓的国际金融中心 的财政司 掌柜 竟然都没有考虑到 大局 随便 就是用回 过去 他在立法会的时候 那些用词 用字 杀有介事 去说 我们都是有违的 我们都会做些东西的 跟他在印花税减之前 就冲出来 就一样了 就撞到一鼻子都是灰 但是似乎他都是习惯 但是 就是现在 在这么疲弱的市况之下 香港人也好 就是内地的投资者也好 其实就是不待见 就是不想 看到有这样一个 香港这个号称 国际金融中心的掌柜 他的行事 他的操持 是这么不经大脑的 这个 你说令到香港市民好 甚至是整个国家 整个中国 都可能失望 现在整个资本市场 内地都要去呵护 那你在香港 就收这一份高薪厚 是吧 麻烦你做一些实事 说真的 如果你说 我在电台被人问 会不会搞资本增值税 那你当然就可以说 我们现在政府 都是积极地研究 如何开源 是吧 资本增值税 都是其中一个开源的方法 不过 开征新税之前 当然要考虑到 香港本身的经济 和市民的接受能力 特别是香港一直都以 简单低税制 就是文明的 是吧 所以资本增值税 当然是一个开源的方法 但是我就很怀疑 会不会在香港那里 在短期 或者目前 有实施的条件 那你说完这些 已经是很四平八稳的了 大家都知道 是啊 这个都是一个研究 开源的方法 是吧 不过现在有没有条件这样做呢 这些不是很清楚 简明的 告诉大家 政府有考虑到的 而且是经大佬 这样回应问题的 那陈茂波 现在就终于 在这个达旭斯 不知道是否 特别都要在瑞士那里 先做这个回应 顺便国际媒体 可能都会留意到他这个说法 另外 他也都回应所谓的 开征六路离境税 那我们之前 文春港股经 都认为这个 根本不现实 在特别现时 即是香港和内地 都在做一步融合 作为一个大湾区一圆 那你说怎么可能呢 你说的十年之前 二十年之前 都可能还可以研究一下 今时今日 完全没有可能 内地方面 经济消费 其实都是没有什么动力 第四季的经济增进得1% 深圳整个经济也很倚靠 现在一个星期 可能在周末 假期 回去内地的香港人来支撑 你想一下 怎样可能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会实施六路离境税 所以 陈茂波自己都坦然 即使想更多香港人 留香港消费 亦都不可能 就只是向香港人征税 因为生意应该有来有往 所以 没有计划开征相关的税行 另外 香港亦都在恢复当中 亦都考虑到市民和相关的影响 市场的影响 所以 亦都不会考虑消费税 所以 其实 都是回应了一些 时下热门讨论的税种问题 一次过都做澄清 特别是资本增值税 还有陆路离境税 虽然陆路离境税 其实对市场影响很低 消费税方面 有些说法 但是大家都知道 在现在的环境之下 亦都没有什么可能 开征消费税 亦都就着近期港股的疲弱 这两天都跌得非常之急 15,200 终于有些反弹 不知道是否 终于得到陈茂波方面的确认 陈茂波说 其实股市都受很多不同因素影响 会密切留意市场发展 但是相信 随着美国减息和内地经济稳步发展 会对香港有正面影响 内地经济是否稳步发展 这是一个移民 因为近期 港股的疲弱 亦都是因为中资股 股值不断被下调 他说 上年11月政府下调股票印花税 亦都没有明显刺激到港股的交投 印花税股票的成本占比很小 跟股市交投也没有直接关系 少少死不断气 当然 都是那句 大环境股市的印花税 其实就是一个小问题 但是既然你自己做过 取消 缔造一个环境 其实也是合理的 因为你能够做的 很有限 在现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陈茂波说 现在公共财政一方面 开源一方面要折留 新政府上任开支已经缩减了6% 到现在 24-26年 每年开支都要减1% 希望2-3年 将政府的财政恢复平衡状态 陈茂波终于承认了自己又是做饼 之前抛出来的一些 特别是资本增值税 搞了一轮之后 现在最终都要收回 当然了 陈茂波现在都是尝试为香港 保隔护航 不断说好 香港的好处 好 但是你自己的行为举止 都要符合你的做派才行 上年香港3.2%的经济增长 低于上年年中预测的4-5% 又说了 其实呢 香港在全球高息环境 和外来为不利因素之下 过去一年的资本市场是有压力的 他自己在网字里说 但是呢 投资的机会也变得更加吸引 香港总存款上年头11个月 达到16万亿 加上12月的初步数字 预计全年总存款增长超过5% 加上年有2500亿港元 是南向通流入股票市场的 这个就是因为内地的笔水 笔水南来很合理 因为香港的股值 即H股的折样是大很多的 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如果内地的资金想投资的话 正常应该是下来香港的 但是你既然说到这么有好处 但是港股是16000点都不保 而且你认为 存款数字增长5% 代表淨流入 但是大家也知道 因为现在在高息的环境之下 存钱在一个和美元挂钩的港元的账户里面 会有更加好的利息 包括我个人 都将内地的钱 存款都逐步转移到香港了 所以在这样的环境之下 存款有正增长其实都挺正常的 你要说正流入表现很好 你要和周边地区比较 新加坡方面 2023年的全年数据 似乎未出 但是11月底 新加坡的居民和企业的存款总额 最后11个月是有1.6%的增长 11月按月比较有0.5%的增长 你看上去好像香港跑赢 但是记住 这个只是新加坡居民和企业 境外的存款相信是相当得人害怕的 譬如台湾国泰金控旗下 国泰世华银行 在新加坡的私人银行资产规模 他们最近公布 一年增长了166% 这个银行资产的增幅 远远超过 它在香港亦都有 4.2%和台湾的1.8% 你看到的 似乎在高存息之下 其实都吸引一些钱流入的 基本上 但是如果你说拍完新加坡 比较 似乎有一个很大的差距 如果你说一下 我们拿国泰金控旗下的 两个不同的私人银行的存款 总资产的表现 似乎大家都看到 香港是不是真的 好像陈茂波所说 那么有竞争力 更何况香港 香港本身就是低税制的 新加坡本身 甚至也没有 这个地产的资本增值税 股票增值税 你香港竟然自己声称要研究 是不是自己找自己笨呢 无论如何都好 大家在今一届政府 对官员要求的期望 都只能够调整 因为陈茂波不是第一次的 他是一而再再而三 不断地说错误 要出来 阿波做饼之后 要修复自己的问题 所以大家都要有心 准备一下 现在香港的情况 都会继续面对不同的挑战 包括我们自己的高级官员 他的操词 他的言行举止